好,我们今天来录制一期埃塞俄比亚的常规流程 这个是作为舰长的上舰礼物吧 舰长说只想看埃塞把这个意大利推下海就行了 我寻思了一下,不是很麻烦,我就同意做了 如果想让我打全神的话,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这边研究一个火炮加一个支援武器就行了 然后花一个厂去买钢 买了钢我们就再也见不了东西了 所以无所谓的 这边把13个矿好的师找一个将领来指挥一下 这个将领是带有沙漠之火的 我们开了一个卫输区的命运 这样我们就能刷这个组织专家的特质了 然后这个部队直接绕过去抢港口 这个版本的意大利开局会瞎指挥 他会把自己的部队直接开一个卫输命令 看这个部队他前面有个小盾 就是他开了卫输命令 这个部队就直接掉走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坑门去抢港口 直接跑过去抢就行了 我是不推荐大家给我上剑 这个我直播抽成我只能拿到40%的钱 你没百多的剑掌我只能拿到几十块 其他的钱都被这个进原地给吃了 然后这边有这个部队他没来得一走 所以我们停一下等他彻底离开了 我们再走这样就行了 这边部队看到他想过来直接牵制住 我专门放两个师就是用来牵制 然后我们这个部队已经被牵制住了 我们用这个小妙招就是向前撤退 这个我之前教过大家很多次 这个还不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向前撤退之后我们直接去港口就行了 这个一定要快 我们如果慢一点点的话就 可能让对面这个后续过来的部队踩到港口了 这样我们就失败了 但是我们只要拿下这个港口那游戏就结束了 这个南面的意大利就相当于解决了 我们可以把所有部队全调到北面去防守了 这个版本这个舔地机好像是加强了 所以我们安塞俄比亚的防守是特别难受的 所以一定要所有部队都压过去防守才行 这个部队直接坐火车过去防守 这边有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这个右上角 这边有一堆意大利已经占领了沙漠 我们不要抢回来 这个AI有判定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沙漠抢回来 他待会会疯狂的从这边登陆 我是之前试了一下才知道 这边我们开局有一个九部师 这个部队把装备全给吃了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师换成普通的步兵师就行 换成我们标准四部 他一个人拿那么多枪也没有意思 还不如化整为零多好 这边我们是开了一个地方警察 因为这个索马里苏丹国不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去管他这块地的话 还要死我们自己的人 所以开地方警察降低一下损耗 好 这样子我们游戏基本上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把所有部队调到北面去 防守这个意大利就行了 这边这个部队他是刚才做战略部署 所以他现在没有组织度 我们可以现在把这边的部队一起集火他一下 把它打到一块地上面去 让我们好管理 这边就是前面的防线 如果守不住 我慢慢慢慢撤退就行了 好 这样子差不多了 就这边所有部队集火把它打退一个可以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用到一个招数 就是所谓的 就是将领开背水一战 然后轮换防守 这个我之前可能在那个撤退里面讲过 但是挺难操作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来打这个埃塞德比亚 这个特别累 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两个意大利的师给管在这了 我们是杀不掉意大利的 因为这个版本这个蠢鱼设计是有点蠢的 他把这个补给设计成这个被包围的部队也是能吃到当地补给 而且他这个部队也有自身的储备 导致我们就根本打不过这个被包围的部队 我们包围的是被被包围的部队吊着打 这也没有办法 什么时候损迪再改回来我们就又能玩了 所以这个版本的埃塞德比亚是异常的难打 这个他意大利是永远不缺补给 然后他这个填地机又特别猛 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智慧来赢他了 这边我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湖 大家都看到了这边有一个湖 如果我们前线撑不住的话 我们就让他自动往后败退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湖把意大利北面的部队分成 一右一左两部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静态防守了 只要我们能做到静态防守的话 那这局基本上就赢了 这边我们就是调部队去阻击他 让他部队不要乱动 一直保持在一格上就可以了 这边就是不停的轮换防守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招一个将领开背水一战就行了 就这个新指挥官 然后点开来 然后让他开这个背水一战就行了 这个将领还招了一个工兵军官运气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后面这个电话多了之后可以继续 再招一个将领把它升级成元帅 这样我们又能多吃一丁点的buff 因为这个元帅的这个技能buff 就是我们这个数值buff只能给50% 给我们的这个普通的集团军群 所以只能吃一丁点的buff 但是一点点也是要拿来用的 这边就先换防吧 实在撑不住的部队就开这个死守拖7天时间 但是死守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可能部队会蒸发 所以要谨慎使用 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开死守 然后我这局是想投共的 因为怎么说吗 我如果投共之后 我可以引爆内战 可以内战保命 也可以选择这个和平演变 然后去找老大哥要东西什么的 或者我们现在也可以改善关系 找老大哥要东西 但是我这局就打的比较随意吧 所以没有这么早就去要饭 如果大家想玩的极限一点 可以现在就去要饭 这个游戏还是一个比较偏要饭的游戏 然后我们实在撑不住就往后退吧 这个湖就在这边等着我们 我们只要退到下一格之后就特别好守 然后再给大家提一点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机场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待会能突破意大利的防线的话 就是和他绕圈子 把他绕出去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把他的机场给抢下来 我这局的思路主要是先造炮 或者先造这个防空炮 因为这个AI的舔地机实在是太猛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的飞机给限制住 但是我后来不小心突破了这个意大利的防线 把他的机场给踩 所以这个防空炮就用不到了 所以我后期是全造炮的 这个大家待会慢慢看就知道了 然后我这局也没有来得及投贡啊 因为我觉得路的已经差不多了 再往下路的话就成一个完整的流程了 就有点太累了 然后我们这个政治点是可以靠不开这个 就是不点国策来存的 我们存到一定的这个政治点之后 就可以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内阁全上一下 比如我们的陆军防御和陆军部队的这个 陆军大师啊 我一般都是先点陆军大师的 但是这局我比较想投贡 所以我先点了一个那个宣传共产的这个 好我们这局就说到这儿吧 接下来大家慢慢看吧 这边守不住就往后退就行了 这个地形是天然的一个防守地形 卡住这三格 基本上这局就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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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